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林西侠这次回国微博不仅是为了宣传新书 近几年她与老公行李员屡传婚变 而林西侠在这微博中也罕见分享了她的婚姻和家庭关系 要知道从2018年开始 关于林西侠离婚的消息就传得沸沸扬扬 网上的报道也是层出不穷 近年来林西侠寻找在公开场合露面 上次现实是今年7月份在赌王和护士的葬礼上 当天林西侠戴着墨镜和口罩 身着黑裙 庄严出席 自出道以来 林西侠在荧幕上留下了众多经典的影视作品和角色 而让观众最印象深刻的 莫过于在电影《笑话专户》中饰演的东方不败一角 虽然林西侠在演艺上成就颇风 但是在婚姻情感上却也经历了不少的挫折 受了林西侠的感情之前 就不得不说一下秦翰了 秦翰能在婚内喜欢上林西侠 是为了林西侠抛下妻子和一双儿女 到底是为情还是为美貌呢 1973年年起18岁林西侠刚刚高中毕业 在关键时因为样貌出众被心态发掘 得到了出演电影《窗外》的机会 在电影上映以后 他完美塑造了江燕荣这一角色 赢得了夜夜那些观众的一致认可 可以说窗外就是林西侠进入演艺区的敲门砖 也为林西侠和秦翰之后的几十年的纠缠埋下了伏笔 1973年 窗外如期开机 秦翰在片中饰演了江燕荣的丈夫李立维 彼时秦翰已经成名 25岁他出演了罗布电影 毕竟已经有亚洲影展演技优秀男主角奖这样的大手在讲 正值事业上升期红旗一时 而林西侠只是初出茅庐的新人 两个人之间相差八岁 年龄悬殊人气不对等 但即便这样 林西侠还是爱上了秦翰 他则在采访中回忆自己出于秦翰的情景 并坦言 从那时起 我的一辈子就陷下去了 正在谅女 两个人一起生情也不为过 但是问题在于当时的秦翰已经结了婚 妻子是出生航班的少乔姻 这样的前提 决定了林西侠的感情只能是发乎情只乎理 自小加加严格的他 也有着自己的底线 不愿破坏秦翰的婚姻 但他的遗人并没有斩断两个人之间的纠缠 窗外这部戏 在林西侠心中地位颇高 他曾多次在采访和自己的书中提到过那段时光 坦言那是自己最快乐的日子 而在窗外拍完以后 也有人爆料 林西侠和秦翰在拍摄中的一场吊桥戏时 导演让秦翰自由发挥 秦翰背对林西侠说了一句话 问他是否建议接受已婚男子的约会 这句台词并不是剧本上的内容 因此很多人将这视为秦翰动情的证据 加之后面两个人多次合作 共同出演《爱的小屋》 《女记者》等多部作品 密切的合作让媒体开始拿他们两个大作文章 虽然林西侠一直克制自己的感情 不曾和秦翰发生暧昧 但媒体一直捕风捉影 趁两个人已经在一起 面对秦翰和林西侠愈演愈烈的绯闻 秦翰的妻子少乔英坐不住了 经常因为这些事和秦翰吵架 1979年秦翰和林西侠再度合作电影《彩霞满天》 为了照顾邵祥英的情绪 两人在拍摄时一直十分低调 没想到最后却因为一张婚礼剧照 让邵祥英勃然大怒 当时记者把照片开灯时 配文称两个人秘密结婚 让邵祥英十分不满 为了证明自己的地位 他跑了片场宣誓主权 又为了营造自己受害人的姿态 将秦翰描述成迷恋林西侠渣男 向媒体添油加速的爆料 称秦翰极度迷恋林西侠 他的喜怒无常 让秦翰一度非常崩溃 对记者无奈的说 他听到什么也不向我求证 我能怎么办 绍墙一阵一闹 让林西侠在台湾名誉扫地 打出了小三的标签 口碑一跺千丈 导致林西侠的作品被影迷抵制 后续上映的《彩霞满天》 和《一颗红豆》等影片军票房不佳 而在林西侠受匪文扑扰时 和他定位一致 类型相似的胡惠中成名 冲击了林西侠在影坛的地位 秦翰也然成了他人生中的结束 1979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在这一年7月份 林西侠和秦翰到新加坡参加影展 邵小英陪同秦翰出行 这次三任行最终以林西侠养药收场 再到了新加坡以后 他因为服用过量镇静剂 高烧达到了40度而被送进医院 镇静剂被不少媒体解读为 他为秦养药自杀 邵小英在听说以后 则认为林西侠是假自杀 两个人矛盾升级 虽然林西侠后面也解释 自己吃药只是因为睡不着 在新加坡多吃了几个 但还是无起于事 之后秦翰和邵小英因为此事大吵一架 邵小英更是跑去和林西侠谈判 邵小英后来曝光了他们谈判的内容 成当时秦翰承认自己喜欢林西侠 林西侠也吐落了自己的心意 之后邵小英越发真的林西侠 甚至打电话给影视公司 禁止秦翰和林西侠拍戏 在邵小英的大闹下 1979年成了林西侠人数中最灰暗的一年 面对外界的非议 事业上的挫折 林西侠选择了逃避 远走美国休养了身体 当时林西侠在娱乐圈坠袖手颇多 在他去美国以后 秦翰临追随他的脚步到了美国 一直陪伴他 面对秦翰临的贴心守护 林西侠终于动了结婚的念头 但是他心中始终放不下秦翰 后来林西侠在节目中谈到 在他和秦翰临订婚以前 他曾打电话给秦翰 说自己要订婚了 他本来是想激秦翰一把 想知秦翰如果喜欢他 就会来美国找他 却没想到秦翰的反应十分冷漠 并且直言林西侠是一个悲剧人物 还说悲剧人物就是悲剧人生 悲剧人生就是悲剧结局 这番话让林西侠的心跌到谷底 决意和秦翰临订婚 林西侠不爱秦翰临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因此在订婚四年以后 两个人还是分手 这十年里 秦翰也终于忍受不了反复无常的少侨英 两人在1983年6月12日正式宣布离婚 兜兜正在十几年 秦翰和林西侠终于来到同一起点 1985年 在群王的撮合下 林西侠和秦翰终于走到一起 这一年林西侠已经31岁 他一上秦翰时仅18岁 古董13年终于圆梦 也是相当不容易 但是当两个人真的在一起 林西侠才发现 这段感情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 或许是岁月耗尽了秦翰的温情 他的林西侠并不体贴 当时林西侠沙漠拍戏受伤 想让秦翰去看自己 秦翰却无动于衷 当时媒体一直关注两个人和时结婚 秦翰却始终没有结婚的打算 以至于后来林西侠在获得金马奖以后时 说 他不开口 总不能叫我一个女孩子心向的求婚吧 当时的林西侠在影坛可谓是春风得意 以穷女郎事份出到他 在演习类电影没了以后 转到香港发展 不仅成功转型 还守卧金马奖以后这样的大奖 事业达到新巅峰 堪称功成名就 但事业上的棚步发展 却不能改变林西侠说在秦翰身上的事实 林西侠当时依然疯狂地爱慕秦翰 他的圈内好友高凌峰 在谈到两个人相处一起时曾表示 那时林西侠对秦翰死心塌地 秦翰有恃无恐才不把他当回事 他们的感情在维持9年以后还是以分手告终 1994年林西侠再给富商行李员 和秦翰相比行李员其貌不扬 但是他却能给林西侠带来十足的安全感 多多转转这么多年 在爱自己的和自己爱的之间 林西侠还是选择了前者 遗憾的是 林西侠自嫁给行李员之后 多次传出离婚消息 不过他也多次否认婚姻出现问题 但在2018年9月开始 关于女生离婚的消息却似乎越传越真 当时有媒体不仅报道 林西侠已经结束24年的婚姻 更称爆料人为圈内的一个大咖女星 这个大咖女星声称 林西侠离婚以后 拿了20亿港币的赡养费 那么是什么让64岁林西侠坚持离婚呢 传闻是因为他嫁给行李员之后 只剩下两个女儿 行李员被在上海找了其他女人 剩下私生子 林西侠不想再忍受老公在外面有其他女人 所以选择离婚 这次离婚消息传得有模有样 林西侠却没有再出面回应 该逛街逛街 该和老友叙旧叙旧 所以自己的婚姻状态只字不提 所以他这是礼仪还是没礼呢 但既然林西侠本人不愿回应 那么媒体自然就会找到 林西侠的身边人求证 在林西侠离婚消息传出以后 他的好友是男生 陶敏明等人就被问到相关情况 但这些好友们都非常默契地同一口径 陶敏明和陈敏明都表示自己不知情 另一好友真真虽然也表示不知情 但也认为成文应该是假的 而就在最近 据林西侠再度传出离婚两个月以后 不愿巴生的媒体 还跑去问林西侠老公的前妻张天爱 这个张天爱可不是内地女星张天爱 她是行李员的前妻 也就是行李员大女儿他妈 虽说张天爱和林西侠分别是行李员的前任和现任 不过他俩关系倒是挺好的 张天爱曾说过感谢林西侠对自己女儿的付出 而这一次张天爱被问到 前夫行李员和林西侠婚变一事 却开始了大爆料 表示自己和他们一家人经常见面 还说他们一家人都好开心 根本没事 一家人天天都很happy 张天爱这话的意思 不就是林西侠和行李员两人根本没有离婚吗 被犹豪多年终于有人替女神出了这口恶气 或许外界传言又是一场乌龙 而且从林西侠自己被拍的状态来看 女神郭达是很惬意自得的 或许人家不回应 只是懒得理会外界传言吧 当然啦 也不排除张天爱这番回应 只是一个烟雾弹